各種招式他真的還沒翻過癮 台灣霹靂五一哥孫正 週一傳為好消息 在巴黎奧運資格賽布達佩斯站 成功擠進五環殿堂 加上五月在上海站 總共拿下60分的積分 總排名第10名 順利擠進奧運窄門 作為巴黎奧運首度新增的正式項目 霹靂五的資格賽歷經兩年徵戰 在布達佩斯站 首日淘汰24名選手考驗中 孫正順利進到16強 直說在分組賽中 強碰荷蘭 烏克蘭 美國等好手 無緣晉級8強以第15名坐收 但還是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人 拿下奧運門票 其實在資格賽上海站時 孫正就必須吃止痛藥才能上場 不過他抱著 不要愧對幫自己加油的大家 這心態勇於面對挑戰 他的教練蘇智鵬也說 其實賽前壓力很大 尤其才剛經歷腳傷 訓練上只能重職不重量 過程中也一度擔心他的體能狀況 還好都挺過來了 孫正也在粉磚上PO文感謝 這一路走來就像雲霄飛車一般 數不盡的挑戰都在這兩年發生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還是太奇幻了 難得活一次 人生第一次 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參與的奧運 得好好享受這一切才行 也算是圓了小時候的一個夢想 亞運其實是有開放 就是巴黎奧運的名額的 當亞運如果是男子金牌的時候 可以直接有一個 就是種子名額在巴黎奧運 孫正的教練也說 所有人都在關注霹雳舞 成為奧運項目 世界這麼多國家 台灣好手能進到奧運 真的不容易 成為我國第一位登上 奧運舞台霹雳舞選手 孫正誓言要讓世界看見 台灣霹雳舞的滿滿能量 TVBS你懂得說 這年歷才會不好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